臺北市本土個案再加一 松山區幼兒園群聚案又有家長確診 兒子案19344在七號確診 爸爸要跟著入院照顧 八號再採檢也感染CT值三十三 總計幼兒園案已經有十七人染疫 另外新北市前一天公布一家四口感染 但源頭有待調查 其中大女兒工作的台北市會計師事務所 屬於開放式辦公空間 座位不固定 這也讓台北市很緊張 呼籲同辦公大樓的盡快出來採檢 就怕社區感染再出現 而現在北市確診個位數疫情穩定 市長柯文哲考慮唯一解封 包括校園場地開放及租借 體育比賽設大實體課程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長慶學院甚至有條件開放老人共餐 電影院的影廳內也開放飲食 不過前提是未來的這幾天疫情要保持平穩 至於新北市九號新增四個本土個案 比較讓人憂心的確是樹林區的電子工廠 有外籍移工確診 同一區的作業的相關接觸的同仁 還有他居住的宿舍大約150位 我們已經匡列居家隔離跟擴大採檢 小心再小心 避免再度形成新的群聚感染事件 華視新聞張志勤彭萬玲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